山豚颱風它的結構相當的扎實 而且它的速度慢 影響台灣的時間可能會拉長 它目前是持續的逼近當中 南台灣雨淡來襲 屏東 獅子鄉 內文村 因為山溝排水不及 大量的泥水一流到路面上 淹進了民宅 而就怕暴雨不斷 在恆春 牡丹水庫 也進行了調節性洩洪 把沙包推大 沙包 把沙包推大 黃色泥水從山壁沖出來 沿著道路一路淹下去 滾滾泥流 簡直就像小瀑布 又快又急 根本來不及檔 村長趕快往下走 一看不得了 已經淹進民宅 一腳踩進去 深度到腳踝 柏油路變小黃河 看不清底下到底是路還是水溝 就怕不小心踩空 每一步走得小心翼翼 這裡是屏東 獅子鄉 內文村 山土而颱風還沒登陸 水就淹進家門 可能有毒水流堵住這個水溝 暴雨來襲 山溝排水不及 加上枯枝堵塞部落水溝 你水沒地方宣洩才會溢流 雨量很大的時候 它水就會從山區那邊往部落流 山上都已經喝飽水了 如果繼續下 就要這裡了 要是雨淡繼續炸 不止居民會很危險 就連水庫也會吃不消 橫春牡丹水庫進行調節性洩洪 閘門開啟大量水勢傾斜而下 水量排出調節水位防洪 確保下游安全 而在山區道路則是人車管制 平三十一線專武道路預警性封閉 台二四線遊客只出不進 山陀兒颱風中心結構完整 風雨恐怕越晚越強 民眾務必 流行安全 記者蘇世偉 屏東陳福島